第196章,99级的封号斗罗,晨星目光从众人身上扫过,魂力超过95级,算是封号斗罗的分水岭。在91到95级之间,魂力的差距虽然也不小,但还完全可以凭借武魂品质的优势或者是魂骨、魂迹来弥补。但是,如果交战的两名封号斗罗中有一人实力超过了95级,那么,情况就会发生变化。96级的封号斗罗,在魂力上比95级的封号斗罗要强上20%。 大师眼睛一亮,顿时流露出兴奋和狂热的光芒,一生惊艳武魂,像剑斗罗这样魂师中顶级强者的经验,对于他的研究来说,实在太重要了。96级要比95级魂力强上20%,那就不是武魂品质和普通的魂迹,魂骨所能弥补的了。除非双方魂迹有着本质的差距,否则96级封号斗罗应该可以全面压制95级以下的封号斗罗。那么,97级封号斗罗和96级封号斗罗之间的差距又有多大呢? 见斗罗陈兴看向宁峰志,宁峰志向他点了点头。97级封号斗罗的魂力,比96级封号斗罗又要强上20%。听了这句话,在场众位强者都不禁一阵抽气。 古斗罗苦笑道,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才一直被你这个家伙压着。 我达到95级已经十年时间了,却依旧毫无寸净。看着自己的伙伴沉心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到了95级以后,每提升一级都不是简单的魂力积累,而是领悟。 而且因为每个人的武魂都不同,所以需要领悟的东西也不一样,没有任何人的经验可以帮助别人来提升。 你的魂力积蓄的早就够了,差就差在最后那一点顿物上。 古荣叹息一声,99%的努力加上1%的天分等于成功,最重要的还是那1%。 悟性上,我不如你。 陈兴道,因为你不如我专注。 唐三站在一旁静静地聆听着,这些来自顶级强者之间的对话对于他未来的修炼有着莫大的好处。 大师则是一边思考着,一边说道,那这么说来,一名97级的封号斗罗就要比一名95级封号斗罗的魂力强大,接近50%的程度了。 按照实力对比来说,一名97级封号斗罗岂不是能够同时迎战两名95级以下的封号斗罗了? 陈兴眼中流露出一丝赞许的光芒,他要表达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在不考虑五魂相互克制,魂级制约的情况下,只是魂力的话,确实如此。 超过95级后,一级之差就是天差地远。 97级和98级的魂力差距就已经达到了30%,98级和99级之间的差距更是达到了40%。 也就是说,一名99级的封号斗罗,至少可以同时面对4名95级以下的封号斗罗。 大师点了点头,他已经完全陷入了冷静的思考之中,按照这样计算,那么99级封号斗罗的魂力就是95级封号斗罗的2.6倍还多。 单从魂力上来看,这样的差距就像是一名魂圣和一名魂王之间的差距了。 就算是一对六,也应该毫无问题。 但实际上,考虑到大家都是封号斗罗,都拥有9个魂级以及五魂相克的因素。 一名99级封号斗罗,也就是能够同时面对4名95级以下的封号斗罗。 宁峰智微笑道,大师不愧是大师。 所以说,在封号斗罗这个层面的强者中,已知的大约有20位,可有些隐藏于山野之间的封号斗罗数量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天赋上等加上后天的努力,就有机会在有生之年达到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 可是,想要达到95级以上,那就需要天赋顶级,或者说是天赋一柄,才有可能了。 陈兴叔叔所说的顿悟,才是最为重要的。 现在的年轻一代中,拥有这样天赋的我也只是见过史莱克七怪加上五魂殿的黄金一代。 如果那个千刃雪真的拥有六一天十五魂,那么他也拥有这样的天赋。 这时,唐三突然开口了,陈兴前辈,那99级与100级之间的差距又是多少呢? 陈兴的目光落在唐三身上,与他那橙蓝色的双眸相对,不知道。 魂世界或许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传说级强者,可却从未留下过他们的经验。 说到这里,他那平静的双眸中流露出一丝向往和渴望。 我的父亲,68岁修炼到封号斗罗级别,之后又用了十年达到95级。 在十年,他达到了96级时已经是88岁。 直到108岁的时候,他才突破到了97级。 那一年,他遇到了自己一生中最后一个对手。 西拜。 我刚才所说的95级以后的等级差距,就是父亲带给我的。 他和我谈了半个时辰后,刻然而是。 在他临死之前,告诉我。 他的对手就是一名99级封号斗罗。 曾经他那一代中,号称天赋第一的强者。 那位99级封号斗罗在击败父亲后,对父亲说他为了99级到百级这最后的差距,已经努力了30年,却依旧没有找到一丝办法。 那时,这位封号斗罗已经超过120岁高龄了。 这位99级封号斗罗预测,百级与99级之间的差距单是魂力就会超过100%,而且,还有可能会出现第十魂环。 这是用生命换来的消息,众人完全陷入了静默之中。 在场的魂师中,除了大师以外,就算是魂力等级最弱的史莱克七怪几人也都达到了60级左右。 作为一名魂师,谁不希望未来有机会攀登到顶峰? 通过见斗罗的话,他们才知道这有多难。 那一年,我72岁,已经达到了92级的实力。 至今过去了24年,今年我96岁。 如果哪位击败了我父亲的封号斗罗还活着,不知道他能否冲破最后的瓶颈。 大师道,普通人的寿命大概是60到80岁,魂师如果不出意外,寿命达到百岁也不是什么难事,尤其是高等级魂师。 到了封号斗罗级别,再延寿20年,毫无问题。 那位魂师是99级,很有可能还活着。 陈欣叹息一声,道,可惜,就算他还活着,我这一生也没有挑战他的机会了。 宁荣容有些奇怪地道,贱爷爷,你不恨那个人吗? 陈欣摇了摇头,道,父亲是含笑而识的。 我也曾经恨过,可真正超过95级之后,我才明白,到了这样的等级,能与比自己更强的对手战斗,才是最大的心事。 唐三道,陈欣前辈,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您虽然断去一臂,但境界却有所提升。 为什么会没机会呢? 陈欣眼中骤然爆发出两团精芒,在场所有人心神都颤抖了一下。 他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好,好,果然是英雄出少年。 不过,我说的也不是虚言。 手臂断去,虽令我有所领悟,但气血已伤。 今后再难寸进了。 我始终无法超过父亲,在场都是聪明人,从陈欣与唐三话语中的含义,他们不禁暗自骇然,这位剑斗罗竟然已经在座突破,达到了恐怖的97级。 唐三眼中闪过一道狂热,陈欣前辈,您知道那个人在哪里吗? 陈欣的目光从众人身上扫过。 当年,我父亲挑战他时,他是武魂殿长老殿首席供奉,长老殿前任店主,武魂殿一带天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领袖。 当年比比东阶位之时,如果没有他的支持,以比比东那时还远未达到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又怎能服众? 空气仿佛变得凝重起来,每个人的瞳孔似乎都在收缩,就算是早已知道这件事的凝峰痣,脸色也不自觉地凝重起来。 唐三这才知道,自己视为最大敌人的武魂殿中,竟然还隐藏着这样的对手。 那毕竟是统治了魂尸世界上千年的强大存在啊。 正在这时,房门开启,一股浓重的药味从里面传了出来,这才吸引了众人的心神。 独孤伯率先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显得有些疲惫,看着众人蹊跡的目光,缓缓点了点头。 杨无敌在独孤伯之后也走出了房间,脸色十分苍白。 先前的大战,再加上之后这几个时辰,竭尽心力地疗毒,已经令这位药堂堂主极为疲倦了。 他向唐三道,宗主,我有几句话对你说。 唐三心中暗暗苦笑,就算你想单独对我说,也要找好时机啊。 此时当着宁峰痣,自己怎能独享消息。 杨长老,这里都不是外人,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杨无敌微微一愣,这才意识到自己选择的地方不太对,但他还是点了点头,道,血液大地的毒我已经帮他彻底解了。 但是,因为中毒时间太长,身体器官受到了很严重的破坏。 我为他用了一些顾本培缘的药物,但也只能支持他再活两年到五年之间了。 宁峰痣眉头微皱,轻叹一声,能救活就好。 两年到五年,哎,看来帝国必须要重新物色,接班人才行了。 这件事,陛下知道吗? 杨无敌摇了摇头,我没告诉他,现在他已经睡了。 在我的药物知识下,大概明天他就能和常人一样,最多就是有些虚弱而已。 宁峰痣虽然心中焦急,但现在急也没用,没有血液大地在,他们根本无法反攻皇宫。 此时倒也不怕局势发生转变,毕竟这里集结了如此众多的魂师。 除非是千刃血,能够在一天时间那条来超过一万名魂师,否则这边可保无余。 而一万名魂师那么庞大的数字,帝国群臣也不是傻子,鹿死水手也还未可知。 天斗帝国毕竟不是魂师宗门,它的底蕴厚度,庞大帝国的积蓄,绝不是能够轻易吃下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五魂殿使用了让千刃血尾装成血清盒的办法,而并非强攻的重要原因。 唐三道,长老,老怪物,辛苦你们了,先休息一下吧。 杨无敌和独孤伯去休息了,宁峰痣和唐三都陷入了沉思之中。 如果说血液大帝现在就能清醒过来与他们一同重返天斗皇宫,局面自然会掌握在他们手中。 可如果时间拖后,千刃血索化妆而成的血清盒,毕竟是太子的身份,就有可能生出很多变数。 深吸口气,宁峰痣突然抬起头,唐宗主,你跟我进来。 一边说着,他走进了为血液大帝疗毒的房间。 唐三快步跟上,宁峰痣随手一挥,将房门带上后,一直走到床边。 血液大帝脸上的黑色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如霜雪一般的白色,面容枯稿而憔悴,怎么看都是一副风烛残年的样子。 和几年前见到他时的意气风发,截然相反。 宁峰痣看向身边的唐三,小三,你告诉我,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是等下去,还是另想办法。 单独面对唐三,他又恢复了以前的称呼。 唐三冷静地道,千刃血是聪明人,想必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七宝琉宁宗内情况不对。 届时立刻就会展开行动。 千刃血也会利用他所冒充的太子身份而有所作为。 不过,他要想在短时间内从武魂殿掉来数以万计的魂狮是不太可能的。 就算整个武魂殿,魂狮总数量也不过数万而已。 之前与贵宗和蓝殿霸王龙家族的交战中又损失不少。 这次派来了三千名魂狮加上四位封号斗罗,已经是相当大的手笔了。 根据我的判断,千刃血应该不会强行与我们抗争。 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想办法刺杀陛下。 这样,他依旧有登上皇位的可能,只不过却要面对我们这超过五千数量魂狮的威胁。 真的战斗起来,鱼死网破,我们就算能胜,也是惨胜。 宁峰智认真的听着唐三的话,那另一种选择又是什么? 唐三道,破坏。 尽可能地对天斗城造成一些破坏,尤其是皇宫。 天斗帝国元气大伤之下,今后五魂殿还有的是机会。 毕竟,现在在整片大陆上,五魂殿都已经占据了优势。 这次失败,并不代表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如果我是千刃血,就一定会选择这第二条路。 而如果宁和七宝琉璃宗的子弟们没有离开皇宫的话,恐怕就要承受他们的毁灭性攻击了。 宁峰智满足地看着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微笑。 小三,以后荣荣继承了七宝琉璃宗后,你还要多多帮她。 唐三点了点头,我一直当荣荣是妹妹看待。 更何况,她身边还有奥斯卡。 小傲的才智绝不在我之下。 以荣荣的九宝琉璃塔,未来七宝琉璃宗必定会在她手中提升为九宝琉璃宗的。 宁峰智微笑道,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也全是拜你所赐。 好了,小三,你出去吧。 我想单独陪陛下。 唐三愣了一下,看着宁峰智的目光顿时变得怪异起来。 宁峰智无奈地摇摇头,傻小子,有的时候太聪明也并不是一件好事。 出去吧。 唐三眼中多了些什么,当他看到宁峰智眼神中的果决光芒时,终于转过身,步伐有些艰难地走了出去。 半个时辰后,房门再次打开,宁峰智告诉大家, 雪叶大帝已经清醒了,并且传下旨意,要在这里召见天斗城城防禁卫军总长。 宁峰致命古斗罗亲自跑一趟,在这个时候,雪叶大帝手头没东西,自然无法写圣旨。 所以,这请人的方式也要简单,直接一点。 在半个时辰过去,当雪叶大帝见到城防禁卫军总长后,立刻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 天斗城内的气氛也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同时,雪叶大帝也召见了身在史莱克学院进修的那两千名魂师首领。 至此,身在史莱克学院内,总数高达七千人的魂师们全部归一。 其中,史莱克学院和四元素学院中能够出战的老师多达百人。 至于那两千名学员,却在众位强者的一致认同下,不让他们参与接下来的行动。 这些青年魂师都是魂师界的未来,也是天斗帝的未来,损失不得。 宁峰智派遣古斗罗陪着城防禁卫军总长返回主持大局后, 带着众人进入房间拜见雪叶大帝。 雪叶大帝此事已经坐了起来,之前唐三看到过的苍白不但已经消失了, 而且脸色红润异常,看上去就像是满面红光的壮年人一般。 众人同时躬身行礼,以他们在魂师界的身份地位,跪拜是不可能的。 雪叶大帝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怅然,感谢各位出手援救。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等我铲平叛乱之后,再一一抽现。 宁宗主,我们这就出发吧。 宁峰智点了点头,上前扶着雪叶大帝下床, 部里众人有些茫然的目光,走出房间。 唐门,七宝琉璃宗,皇室,三方魂师已经准备就绪, 总数量超过五千人的庞大魂师队伍,浩浩荡荡地出了史莱克学院,直奔皇宫而去。 此时,城防禁卫军已经调遣起来,封锁了天斗城四门, 并且派出五万禁卫军将皇宫团团围住。 城防禁卫军此时正与皇宫禁卫军对峙,双方各不相让,谁都不肯退让。 不过雪叶大帝给出的命令也只是围住皇宫。 此时,大帝清零,一切自然迎刃而解。 同时,得到城防禁卫军通知的百官也已来到皇宫外。 禁卫军不敢怠慢,赶忙开启皇宫大门迎接雪叶大帝回宫。 在雪叶大帝一连串的命令下, 禁卫军配合他带回的五千名魂狮开始在皇宫内搜索,抓捕千刃雪一行。 唐三与宁峰智并肩来到了七宝琉璃宗设在皇宫内的宗门外, 搜索已经进行了半个时辰,种种迹象表明, 千刃雪与他带入皇宫内的两千名魂狮就在七宝琉璃宗的宗门之中。 宁峰智的脸色很难看,他为了掩人耳目, 留在宗门的虽然都是七宝琉璃宗外门弟子, 但数量也在百名开外,不用问, 这百名魂狮必定已经惨死敌手。 动手! 宁峰智大鹤一声,与古斗罗, 见斗罗率先向宗门院墙上腾身而起。 黄金铁三角,唐门众人也同时发起了进攻。 有这些强者冲在前面, 已经围住整个七宝琉璃宗的魂狮们也飞速腾起。 数百名飞行类魂狮更是直接飞到空中。 尤其是唐门门堂的弟子们, 飞快地掌握好了最恰当的侦察位置。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却都白费了。 当众人进入七宝琉璃宗之后, 看到的并不是两千名敌人, 而是两千多具尸体。 天窦帝国皇室所属, 驻守皇宫内的那两千名魂狮的尸体。 宁峰至脚下踉枪了一下, 在古斗罗的辅助下才站稳身形, 一时间已是双目尽翅。 地上这两千多具尸体中, 除了有他七宝琉璃宗百余名外门弟子以外, 其他那些皇室魂狮也大都经过他的培养, 可谓是天窦帝国皇室所掌控的中间力量。 要知道, 整个天窦帝国皇室所掌握的魂狮也不足五千了。 这一下就去了一少半, 与五魂殿之间的实力对比, 无疑就变得更加巨大了。 仔细检查这些尸体, 不难发现, 这些魂狮大都是被偷袭而死。 不用问, 众人也能明白千刃雪的做法。 在七宝琉璃宗的隐蔽墙上, 用鲜血写成了一行大字。 唐三, 这次你赢了,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落款是一个栩栩如生的血色天使图案, 六支血液伸展开来, 似乎是在像唐三宣战一般。 真的赢了吗? 唐三脸上笼罩着一层寒霜。 从战略意义上来看, 这次他们破坏了千刃雪多年前伏的计划, 无疑是获得了胜利。 但是, 他们歼灭的却只是五魂殿千名魂尸, 而天斗帝国付出的却是对方的一倍之多。 在魂尸的数量对比中, 双方的差距继续被拉大。 探查宗门内情况的剑斗罗回到宁峰之身边。 宗主, 他们是从我们的地道中逃出皇宫的。 宁峰之大口地呼吸了几口充斥着血腥气息的空气, 猛一咬牙, 清理现场。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血液大地的冷静。 在得知这边的情况之后, 这位帝王并没有什么表示, 只是夏令后葬这些死去的魂尸, 甚至没有对天斗城武魂圣殿采取任何行动。 少主, 你的决定是正确的。 只是, 我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快就救活血液大地? 这是你已经猜到的吗? 蛇毛斗罗蛇龙有些感慨地说道, 千人学此时已经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貌, 修长的郊区在一袭淡黄色长裙的笼罩下楚楚动人, 他的脸色已经恢复了平静。 我也想不到他们能够这么快就返回皇宫。 我是以最坏的打算考虑的, 在优势的情况下, 我不会去赌。 旁边脸色依然苍白, 尚未从重疮中恢复过来的刺臀抖落叹息一声。 少主, 这次的事, 我们回去后怎么向教皇陛下交代? 千人学看了他一眼, 一切由我。 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 如果敌人都是不堪一击的, 又有什么意思呢? 冷力的光芒从他眼中一闪而逝。 唐三, 我要回五魂殿尝试对第二块天使神装的吸收了。 下次见面, 不知你还能否好运地从我手中逃脱。 想到这里, 他不禁回首望向天斗城, 在这里生活了那么多年, 本应该属于他的一切, 却就此失去。 虽然他在最后时刻挽回了损失, 并重创天斗帝国。 但战略上他还是败了。 而这一切, 真的要追究责任的话, 也并不只是在他身上。 按照他原本的计划, 是要顺理成章地去接任天斗帝国皇位的。 要不是比比东执意提前发动, 他又怎会那么早就激发血液大地体内的剧毒呢? 他的身份也根本就不会暴露。 隐忍, 果决, 这一直都是千刃血最大的特点。 五天后, 天斗城已经恢复了平静。 在平民们的感觉, 只是最近这几天城内的气氛变得有些紧张而已。 而这时候, 更是已经恢复了。 可天斗帝国高层却知道, 帝国与武魂殿之间的斗争已经真正意义上的开始。 从这次的事情之后, 两者之间再没有半分调和的可能。 整座天斗城内已是外松内景, 七宝流离宗宗主宁峰智被血液大帝正式推到了台前, 任命他为帝国国师与大师一起, 统一帝国境内所有魂师。 原本留在史莱克学院内修炼的两千余名皇室魂师 也被调回了皇宫, 大师也随之进入皇宫之内, 与宁峰智一同训练七宝流离宗弟子与这些皇室魂师。 天斗帝国皇宫。 唐三带着小五坐在大师对面。 这里是大师在皇宫内居住的地方。 小三,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大师问道。 唐三道, 天斗皇室内的毒瘤已经驱除, 血液大帝也表示会全力支持我们发展唐门。 唐门算是走入正轨了。 接下来就是大批量生产各种暗器的阶段。 我准备先回号天宗一趟, 一个是将这边的情况传递过去, 另一个也是将神将楼高送到浩天宗, 请求伯父帮助他冶炼集中强大的暗器。 然后呢? 大师看着自己的爱徒, 僵硬的面旁, 神色柔和。 唐三道, 通过这次与千刃雪的战斗, 我发现了自己许多不足, 尤其是在攻击上。 虽然我也有不少攻击手段, 可威力却还不够。 与千刃雪那种层次的对手战斗时, 就能发现自己很多不足。 我想留在浩天宗修炼一段时间, 浩天锤是以攻击为主, 看看能否学到一些东西作用在浩天锤之上。 否则, 再次面对千刃雪, 我一点把握也没有。 大师摇了摇头, 你回浩天宗一趟是必要的, 但我并不赞成你留在那里修炼。 唐三没有问为什么, 因为他完全相信自己老师的判断。 大师继续道, 浩天锤确实强大, 但是, 你不要忘记, 想要施展浩天锤, 发挥出浩天锤的威力, 首先就要拥有专属于浩天锤的魂迹才行。 你是双生五魂, 在蓝银黄没有达到九魂之前, 给浩天锤增加魂环只会令其未来的潜力下降。 而在没有魂环附加的魂迹情况下, 你提升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 说到这里, 大师有些欲言又止地停了下来。 老师, 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听您的。 唐三毫不犹豫地说道, 大师轻叹一声, 建议我是有的, 只是, 我却不想让你去冒险。 那毕竟太危险了一些。 唐三眼睛一亮, 他现在已经拥有了66级的魂力, 明显感觉到修炼速度在不断下降。 想要保持以前那样的提升速度, 几乎是不可能的。 没有人比大师更了解他现在的情况, 大师虽然说危险, 但唐三明白, 这或许是自己进一步快速提升的捷径。 老师, 不论如何, 我自保还是没问题的。 现在五魂殿势大, 我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足。 还有您说过的天使神装 以及五魂殿长老殿强大的供奉。 如果不早些提升实力的话, 将来我们如何与五魂殿抗衡? 而且, 您曾经教导过我, 面对越大的压力, 激发自身潜力就越容易。 领悟战斗精髓也要比自行修炼快得多。 大师有些无奈地微笑道, 就知道你这小子会这么说。 好吧, 那我就告诉你。 你现在虽然魂力是66级, 但有数级魂力都是小五的魂环带给你的。 以至于, 你在很长一段时间的修炼中, 都要用来稳定这几级魂力。 而这就导致了你修炼速度下降。 如果只是一味地苦修, 对你的帮助并不会太大。 想要尽快地让自己与这些魂力完全融合, 就必须要通过不断地战斗。 最好是在生死考验那种强大的危机中战斗。 这样, 你的战斗技巧不但会进一步增加, 而且魂力提升速度也会变得快起来。 这些天, 我仔细研究过奥斯卡的情况, 他作为一名食物系魂师, 这五年来的提升速度却不亚于你们, 就是因为他始终在面对着致命的危险, 在强大的压力下, 逼迫的他自身不得不提升。 毫无疑问, 他的选择虽然危险, 但却是极其正确的。 而你这五年虽然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在这方面的磨练却还不够。 杀戮之都那种杀戮, 只是增强了你的攻击性和杀心, 并不是一个能够不断给你压力的地方。 所以, 我的建议, 就是要你到一个能够产生这种压力在你身上的地方。 唐三好奇得到, 究竟是什么地方? 大师想了想, 可以说是一片浑兽森林, 但是, 那里却不同于你所知道的任何浑兽森林, 因为, 它是一座岛屿, 在那里生活着许多奇特的浑兽, 还有许多奇特的浑石, 这个地方, 在浑石界, 只有很少人知道。 岛屿, 唐三聚精会神地聆听着大师的讲述。 大师继续道, 我简单地形容一下, 你就知道它的危险性有多么大了。 武魂殿曾经派遣两千名浑狮前往这座岛屿, 试图收编那里的浑狮, 结果却是有去无回, 能够活着回来的不足百人, 还折损了两名封号斗罗在那里。 那个地方, 武魂殿称之为魔鬼岛, 但我却知道它真正的名字, 应该叫做海神岛。 第197章, 魔鬼岛, 海神岛。 大师道, 那个地方, 武魂殿称之为魔鬼岛, 但我却知道它真正的名字, 应该叫做海神岛, 在那里生活着的浑狮, 自称为大海的孩子。 从那次鲨鱼而归后, 武魂殿再也不敢打那里的心思。 如果我猜得不错, 在这座岛屿上, 至少有一名至强的浑狮, 也就是剑斗罗所说的巅峰封号斗罗, 95级以上的强者, 甚至是99级的绝世斗罗。 否则, 武魂殿吃了那么大的亏, 又怎会不报复呢?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海神岛上生活着的人, 是不会离开那座岛屿的。 唐三惊奇地道, 在浑狮界还有这样一个奇异的地方, 以前怎么没听您说过? 大师叹息一声, 如果可以, 我永远也不希望你与那里的浑狮打交道。 以前也不认为, 你会与他们产生任何交集, 自然不会告诉你了。 唐三问道, 那您去过海神岛吗? 大师点了点头, 我曾经去过一次, 也就是那次武魂殿向海神岛攻击的时候。 那时, 我还与比比东在一起, 听说有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 就和他们一同去了。 到了那里我才知道, 原来浑狮界还有如此一批不为人知的神秘浑狮。 他们不但神秘, 而且极为强大。 我们这些浑狮与他们接触会极不适应。 海神岛之所以被武魂殿称之为魔鬼岛, 就是因为那次的战斗。 但实际上, 海神岛的浑狮虽然很难接触, 但也并非试杀之人。 他们世世代代都留在那里, 自称为大海的孩子, 又称之为海浑狮。 他们所拥有的武魂也极为奇异, 大多与水生动物有关。 因此, 他们的魂迹也与我们有着极大的区别。 海神岛地处大陆西侧的大海之中, 在那里, 这些拥有水生动物武魂的魂狮, 无疑能够将自身实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在海神岛上也有着众多奇异的魂兽, 所以, 我才说那里可以算是一片特殊的魂兽森。 唐三问道, 那里的海魂狮有多少人? 大师道, 海神岛上生活的每一名人类都是魂狮, 保守估计至少有超过两千人, 甚至更多。 我之所以判断在那里拥有巅峰级别的封号斗罗, 就是因为击杀了武魂殿这边封号斗罗的几个人口中, 几次提到海神大人四个字。 看他们的表情和语气并非是在祈祷神明, 而是像是在称呼一个人, 一个在海神岛上拥有至高权力的人。 而那几名海魂狮都已经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 能够令他们恭敬称之的自然也要是巅峰斗罗以上的实力, 还可能是99级的绝世斗罗。 听了大师的讲述, 唐三心中已经简单地勾勒出一个海神岛的样子, 老师, 您的意思是让我到海神岛上去历练吗? 大师点了点头, 海神岛无疑是充满了各种危机的, 但是也充斥着各种机遇。 海魂狮并不是杀, 外人到那里, 只要通过他们的考验就可以留在那里生活, 成为一名海魂狮。 但有一点, 成为了海魂狮之后, 就不能离开那里。 这是海神岛的规矩。 那次武魂殿是以敌对的方式登上海神岛的, 而且还击杀了一些海魂狮, 这才引起海魂狮的强烈反弹, 在对方的权力攻击下, 最后全身而退的也只是百余人而已。 可见这些海魂狮有多么强大? 以你的天赋和能力, 前往海神岛我并不担心, 通过考验想来也没什么问题。 但重要的是, 你怎么从那里回来? 这一切, 就要依靠你自己的力量去摸索了。 想要穿越广阔的大海回到大陆上, 你就需要面对来自海神岛的追击。 我必须要提醒你, 海神岛上的绝大部分魂狮都最适合水战。 哪怕只是一名魂斗罗级别的海魂狮, 在大海之中也能毁灭封号斗罗级别的陆地魂狮。 千万不要以为你拥有飞行能力, 就以为自己可以轻易脱离那里。 在海神岛有这样一种魂狮, 他们的五魂是海鸥, 其中就有一名是封号斗罗级别。 它的速度虽然比不上你们唐门的白鹤长王, 但你那凭借魂狮的飞行却没有任何机会。 如果你能够成功地从海神岛归来, 那么, 你的实力在各方面都会有长足的进步。 唐三略微犹豫了一下, 道, 老师, 在过半年多的时间, 七宗重选大会就要开始了。 我这一去, 就怕无法参加这次大会。 剧本走下去, 今后就更难对付他们了。 大师淡然一笑, 道, 你以为, 凭借我们现在的力量, 就能阻止得了五魂殿这次完成七宗重选大会的目的吗?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至少在未来五年的时间里, 五魂殿将进入全盛时期。 不过, 他们还是不会轻易对两大帝国动手。 五魂殿毁灭了我们蓝殿霸王龙家族和七宝琉宁宗, 其实是有些草制过急了。 在魂师方面, 五魂殿固然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但他所掌握的那些王国、公国、 整体实力却还无法与两大帝国相比。 只要天斗帝国与新罗帝国守望相助, 就算是五魂殿也不敢轻举妄动。 否则大战展开, 恐怕整座大陆的人口数量就要以倍数下降。 一旦陷入战乱之中, 五魂殿不但获得不了多大的利益, 反而会被民众所仇视。 因此, 我判断, 五魂殿通过七宗重选大会, 进一步确立了自己在魂师界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 会加快扶持那些王国、公国, 提高他们自身的实力。 逐步蚕食两大帝国, 而不是集中力量对两大帝国进行毁灭性打击。 两大帝国在大陆上早已根深蒂固, 想要完全蚕食也绝不是朝夕所能完成的。 同时, 在巨大的压力下, 两大帝国自身也会历经图治。 虽然整体上五魂殿占优, 但想要吃下两大帝国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次, 我们已经与五魂殿撕破脸了, 你击败了千人血, 必定会引起五魂殿极大的重视。 这个时候, 选择暂时离开, 提升自身实力才是最好的。 蓄力一击才会最有力量。 听着大师的分析, 唐三不禁连连点头, 他虽然聪明, 但对大陆上的形势又怎么可能有大师看得透彻呢? 暗暗钦佩老师的同时流露出恍然之色。 大师的话带给他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大师叹息一声道, 我最担心的还是你能否从海神岛回来? 没有真正面对之前, 你是不会明白那里的魂尸有多么可怕的。 它们那海生物的五魂大都是水属性, 奇异的能力层出不穷。 唐三此时已经理顺了心中的想法, 老师, 让我去吧。 如果不能通过这次历练的考验, 我还怎能与五魂殿对抗? 我一定会将压力转化为动力, 更快地提升自身实力。 等我回来之时, 就是我们开始行动的一刻。 唐门暗器制造需要时间, 我本身也帮不上太多。 我相信, 我一定能够从海神岛平安归来。 大师笑了, 他早已猜到唐三的选择, 不是你, 是你们才对。 难道你舍得留下小五吗? 带着他一起去吧。 需要历练的不只是你, 还有你们史莱克奇怪的其他人。 他们都到了与你类似的瓶颈, 想要继续保持实力的高速提升, 就必须要有所付出。 而且, 你们在一起, 也能相互有个照应。 奇怪。 唐三愣了一下, 不解地看着大师。 大师微微一笑, 我已经与弗兰德沟通过了。 马洪俊不是问题。 林宗主那里, 我昨天也同他谈过。 他虽然还有些犹豫, 但我相信能够打动他。 在你上次前往更新城的时候, 我派人送出了一封信, 想必现在已经到了木白和竹青手中。 如此艰难的历练, 或者说是这样的机会, 不是你们奇怪一同行动, 我又怎能放心呢? 看着大师那温和的目光, 唐三的双眼渐渐朦胧。 他知道, 老师早已为他想好了未来提升的出路, 也一直在默默地为他做着许多许多。 几年过去, 大师的两兵已经有些斑白了, 在唐三心中, 大师的地位绝不亚于唐浩, 他对唐三付出的甚至比唐浩还要更多, 更多, 去吧。 你不是还要回浩天宗吗? 等你从浩天宗回来后, 木白他们应该也差不多到了。 宁宗主那里, 我还要多做做他的工作。 你们七个, 才是我们未来与武魂殿抗衡的王牌。 这一次前往海神岛,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满载而归。 带着小五走出皇宫, 唐三的心情久久不能自已, 大师为他的默默付出, 始终弥漫在他心间。 他自然也不会去说什么, 这份情他永远都会记在心里, 在他心中, 自己一直都有两位父亲。 离开皇宫的过程中, 所有皇室禁卫军见到唐三, 都会对他行单膝跪离。 因为在唐三腰间, 悬挂着一枚 只有婴儿手掌大小的玉佩。 那枚玉佩也是一枚印章, 他的上一个主人 正是天窦帝国雪叶大帝。 雪叶大帝已经重新主政, 同时也宣布四皇子雪崩 成为太子继承者。 雪星亲王总管帝, 星号星号星号, 全。 那天, 雪叶大帝及时醒来, 唐三自然猜的道是怎么回事。 宁峰智之所以在那时 让他离开房间, 是出于对他的保护。 虽然唐三不知道 宁峰智是怎么做的, 但却完全能够想象得到 这位七宝琉璃宗宗主 一定是使用了什么特殊手段 激发了雪叶大帝的生命潜能。 这样做, 固然能够 让这位帝王 尽早清醒过来主持大局, 但也无疑会令 他那本来就在加速衰竭的生命 变得更加短暂。 而这件事, 雪叶大帝在醒过来的时候 是不会不明白的。 像他这样的帝王, 就算当时看不清, 时候也一定会想通。 虽然现在他需要 依仗七宝琉璃宗, 但未来的事 谁又能说得好呢? 这件事 必然会成为 皇室与七宝琉璃宗之间的一根刺。 宁峰智的当机立断 令唐三很钦佩, 他能将自己先择出去, 可见他对唐门的善意。 那天他所说的 让自己以后多加照福宁荣荣, 其实就是照福七宝琉璃宗。 不论宁峰志愿不愿意承认, 自从被五魂殿袭击之后, 七宝琉璃宗也开始由胜转衰, 就像当初的浩天宗。 似乎每一个强大的宗门 都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 而唐门却不一样, 同样是魂师宗门, 唐门不但和史莱克学院 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也在这次的事情上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可以说是救下了雪叶大帝 与整个天斗帝国皇室。 虽然雪叶大帝 并没有做出什么过度的封赏, 但这份恩情他 自然是不会忘记的。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 与七宝琉璃宗相比, 这样一个年轻的宗门 对于天斗帝国, 皇室来说也更好控制。 只要将来 唐门对帝国做出足够的贡献, 未来在天斗的地位 必定是牢不可摧的。 有了这些深层次的想法, 唐三才对自身实力更加渴望, 不论天斗帝国今后 对自己是怎样的态度, 没有强大的实力支持, 一切都是虚幻的。 而想要对付武魂殿, 他也同样需要借助 天斗帝国庞大的人力、物力。 唐门既然选择了 依附在天斗帝国, 未来就是修妻与共的关系。 至于现任太子雪崩, 唐三反而不担心, 就算不久的将来 雪叶大帝死去后 由他接位, 只要他不是傻子, 格局也绝不会改变。 一直被冒充雪清河的 千刃雪压制, 却一直能够不死, 隐藏之身可想而知, 这样一个人虽然不好相处, 但至少他会是一个 合格的帝王。 退一万步说, 就算在天斗帝国混不下去了, 唐门想要暗中迁徙 也并非难事。 不要忘了, 史莱克七怪老大, 邪谋白虎戴木白 可是新罗帝国皇储。 回宗门的路上, 唐三想了许多, 将心中的各种事情 一一缕顺厚, 他才更加感觉到 大师的高瞻远瞩。 自己暂时地离开, 不但可以缓和天斗帝国 与武魂殿之间的关系, 而且也避免了 自己继续留下来 成为众矢之地。 谁能说得准武魂殿 会不会派遣高手 来刺杀自己呢? 而现在, 武魂殿至少对于 自己成立的唐门 还不太清楚, 只要自己离开了, 唐门才更容易 进入一个平稳发展期。 有七宝琉璃宗和皇室的支持, 自己在不在 根本就不是问题。 想通了这一切, 唐三也已经坚定了 未来一段时间 自己要走的路。 提升实力, 稳步发展, 唐门才是最好的选择。 激进只会换来毁灭。 就算是现在的浩天宗 已经拥有了 六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 可那天听了 剑斗罗成心的话之后, 唐三才真正明白 为什么当初爷爷 会选择退避三社。 在近百年来, 现在的浩天宗 可以说是拥有了 最强的实力, 多达六位封号斗罗。 可实际上, 除了宗主唐孝之外, 其他的五位长老 也只是封号斗罗而已, 以他们的年纪 根本不可能去冲击 九十五级的高度了。 就算是唐孝, 五十年内 恐怕也达不到 九十九级那种程度。 这又如何与五魂殿抗衡呢? 谁能知道 在五魂殿中 究竟隐藏了多少绝世强者。 不知不觉中, 唐三已经牵着小五 回到了唐门。 刚一进大门, 就听到有人惨叫一声, 陈湘妹妹, 你不能这样对我啊? 就算你不同意, 也不能打我, 是不是? 呸, 谁是你的陈湘妹妹? 你怎么不去死? 你这个死胖子, 竟敢到爷爷那里乱说话, 我跟你没完。 眼看着一团硕大的黑影 朝自己方向扑来, 唐三脸上 不禁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右手一挥一泻, 将来者的冲力泄到一旁。 他的动作还没完成, 一道迅迹无比的白色身影 就已经来到近前, 一脚踢在那硕大黑影 肉厚的地方。 你们这是唱的是哪一出啊? 唐三有些无奈地 将马洪俊拉到身边, 那肥瘦的身影 自然就是这个胖子了。 马洪俊何等机灵, 赶忙一闪身, 躲到唐三和小五背后。 偷眼看向 那已经站定在唐三身前的 白色身影, 正是闽唐唐主白鹤的 孙女白晨湘。 白晨湘双手插腰, 一副气鼓鼓的样子, 因为愤怒, 娇俏的小脸上 飞起两抹烟红, 就像是抹了胭脂一般, 本就很美的 他看上去更加动人。 眼看胖子躲到 唐三和小五背后, 他依旧不肯罢休。 死胖子, 你给我出来。 有本事, 你别躲到宗主背后。 表哥, 你可要给我做主。 是死胖子, 要害死我了。 唐三呵呵一笑, 赶忙道, 好, 好, 我给你做主。 你先消消气, 总要告诉我, 胖子究竟做了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 让你生这么大气啊。 马洪俊迅速钻了出来, 刚想开口, 却被白晨湘狠狠地 瞪了回去。 说也奇怪, 马洪俊这家伙 平时虽然总是笑嘻嘻的, 但实际上心硬如铁, 在史莱克七怪中 也只是略怕戴木白 和唐三而已。 对外人, 那是半点亏也吃不得的。 可面对白晨湘 这充满娇称的一瞥, 竟是说不出话来 一副抓耳挠腮的样子。 白晨湘气嘟嘟地道, 这个死胖子 竟然去向我爷爷提亲, 我爷爷居然还答应了, 还让我对他好一点。 表哥, 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这死胖子明显没要好心, 唐三也不禁愣了一下, 胖子去向白鹤提亲, 这他可以理解, 胖子的手段虽然直接了一些, 但能得到白鹤的认可, 自然事半功倍。 但令唐三不解的是, 为什么白鹤会答应下来? 而且还在没与白晨湘 商量的情况下答应? 这就有些奇怪了。 要知道, 白晨湘虽然比不上小五, 但也算得上是国色天香了, 自然眼界极高, 胖子的外形又不算讨喜。 难道就因为 胖子也是唐门的唐主之一吗? 这是不可能的。 白鹤怎么说之前也是敏之一族组长, 更何况他还是自己的旧爷爷。 看着白晨湘渲然欲气的样子, 唐三赶忙道, 晨湘, 就爷爷真的答应了你们的婚事。 白晨湘狠狠地点了点头, 不知道这死胖子给爷爷灌了什么迷汤, 爷爷竟然真的就答应了。 我去找爷爷理论, 爷爷还说, 他是个好人, 相处相处就习惯了。 还让多想想他的优点, 这死胖子有什么优点? 一身肥肉吗? 马洪君这下有些忍不了了, 晨湘妹妹,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我的优点还是很多的, 人家都称我为一臣不染小郎君, 诚实可靠美少年。 呸, 我看你是脸皮比城墙拐弯, 还要厚三倍。 见过不要脸的, 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 哼, 反正我就是不嫁, 爷爷答应了, 我也不嫁, 大不了我离家出走。 唐三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道, 好了, 晨湘妹妹, 你也别生气, 我去和旧爷爷谈谈, 只要你不愿意, 没有人会勉强你的。 胖子也不会。 马洪君瞪大了眼睛看着唐三, 三哥, 你这可是胳膊肘像外拐啊, 我好不容易才争到了白长老的同意。 唐三向胖子使了个眼色, 感情是双方面的。 难道你真的想要勉强陈湘吗? 马洪君愣了一下, 他和唐三在一起, 年头也短了, 看到唐三递来的眼神, 就没有再说什么。 白陈湘明显放松了许多, 看看唐三和他身边的小五, 再狠狠地瞪了胖子一眼, 道, 表哥, 那这件事可就拜托你了。 不论如何, 你都要替我做主, 我们可说定哦。 唐三微笑点头, 放心吧, 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自己不愿意, 没有人会勉强你的。 白陈湘兴高采烈地走了, 唐三乃是唐门门主, 他的话自然是很有分量的。 等到白陈湘蹦蹦蹦跳地离去, 马洪君才忍不住问道, 三哥, 你这是, 唐三瞥了他一眼, 道, 强扭得瓜不甜。 你这方法虽然直接, 但不可草制过急, 否则只会起到反效果。 舅爷爷不是答应了你们的事情吗? 这样一来, 你追求陈湘就只有他自身的阻力而已。 我会帮你的, 但能否获得他的芳心, 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胖子用力地点了点头, 三哥, 我这次是真心的, 我保证会对他好。 我听你的, 一定会用自己的诚意感动他。 嘴上虽然这样说着, 但他脸上的表情明显有些颓然, 显然是连他自己也不太看好自己。 论外形, 他确实和白晨相差得远了些。 唐三压低声音, 在马红俊耳边说了几句话, 马红俊开始是愕然, 一会儿的功夫顿时转背为喜。 三哥, 你说的是真的? 唐三点了点头, 我们史莱克七怪中, 就你还没有归宿。 能帮的, 我当然会帮你。 不过还是那句话, 成不成还要看你自己的。 你要牢记, 患难见真情这句话。 记得小傲是如何获得荣荣芳新的吗? 拿出你的真情实义吧。 留下陷入兴奋思索中的马红俊, 唐三带着小五回到宗主府, 传令宗门弟子召见葛堂堂主。 时间不长, 闽堂堂主白鹤, 要堂堂主杨无敌, 玉堂堂主牛高, 立堂堂主泰坦, 以及五堂堂主马红俊, 和同等级列的宁荣蓉, 奥斯卡都来到了宗主府议事大厅之中。 唐三端座主位, 众人纷纷行礼之后落座, 宗门有宗门的规矩, 这些礼数是单属四宗族四位族长主动要求的。 太堂主, 楼高长老在忙些什么? 唐三见楼高并没有与泰坦一同前来, 向他问道。 泰坦苦笑道, 楼高这老家伙, 对铸造的痴迷比我更甚。 这些天, 他可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整天就督促着立堂弟子们铸造呢。 不过, 有他的指点, 我也轻松了不少。 唐三点了点头, 这才转向众人, 目前我们唐门已经算是走入了正轨。 不久之后, 第一批暗器也将制造出来。 我们暂时是不打算招收门人弟子的, 这次请大家来, 主要是有件事要与你们商议。 今天我与老师谈过一段时间, 目前我们史莱克七怪的几个人, 实力都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瓶颈, 想保持继续高速的提升, 就需要另辟蹊径。 我打算将唐门事务暂时交给四位长老, 动身前往一个适合的地方, 修炼一段时间。 走的不只是我, 荣荣、奥斯卡、马洪俊都会和我一起走。 玉堂堂主牛高道, 努力修炼是好事, 不过, 宗主, 你这一走, 要去多长时间? 唐三道, 我也不知道。 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 有一定的危险性。 就是要在那能够带来压力的地方, 才更有利于我们的实力提升。 至于多久能够回来, 我也说不好。 后勤方面, 荣荣和奥斯卡都跟我走后, 我会拜托您宗主和陛下照顾堂门。 一听唐三说, 这一走不知道要去多长时间, 四位长老都有些沉默了。 办赏后, 杨无敌率先开口, 道, 宗主, 你们去吧。 唐门交给我们, 唐门在, 我们在。 他的语气, 就像是在说自己的破魂枪, 人在枪在, 枪毁人亡。 虽然杨无敌平实话不多, 但他的话却很有分量。 泰坦道, 宗主, 我们都明白, 你是为了变得更强, 好在未来与五魂殿抗衡, 才决定去修炼的。 你也不能忘记, 身为唐门之主, 你身上责任重大, 唐门不能太长时间群龙无首。 唐三点了点头, 将今天大师对大陆上的局面分析复述了一遍, 我明白各位长老的担心。 杨长老曾经与我共同面对过五魂殿的敌人, 相信你们也都很清楚五魂殿所拥有的庞大势力。 从任何角度来看, 我们都处于绝对的弱势, 唐门需要强者, 如果我们年轻一代不能快速成长起来, 未来就会变得更加被动。 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 我也相信, 不论面对怎样的危险, 我们都一定会活着回来。 泰坦思索片刻后, 毅然道, 那好, 宗主, 你们就放心去吧。 唐门交给我们, 就按照我们商量过的, 将药堂的药物与我们力唐制作的暗器结合在一起, 制造出一批精良暗器。 首先装备七宝琉璃宗, 然后装备我们自身, 再制造出来的就卖给天窦帝国皇室。 想要大批粮制作暗器, 我们也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相信, 等你们回来的时候, 我们唐门也就真正地能够站稳脚跟了。 唐三道, 我与老师商量过了, 未来我们唐门只从史莱克学院招收经过考验的弟子, 有老师他们推荐进入唐门, 这样可以保持我们唐门弟子的质量。 马洪俊跟我走了, 武唐就暂时由牛奔叔叔负责吧。 在单数四宗二代子弟中, 牛奔算是最出色的一个了。 接下来, 整个会议围绕着未来唐门发展的路线 以及各方面细节展开。 唐三准备离开的时间不短, 在临走之前, 他必须要将自己的想法全部与四位长老商量好, 保证唐门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中健康发展。 正像大师所说的那样, 唐门已经走上正轨, 不论是七宝琉璃宗还是天斗帝国皇室, 都会无条件地对唐门进行支持。 未来唐门的道路会走到何种程度, 还是要取决于唐三他们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 拥有一名封号斗罗的宗门 和没有封号斗罗的宗门截然不同, 而拥有一名绝世封号斗罗的宗门则更加不同。 史莱克七怪都有着巨大的潜力, 如何将潜力转化为实力与五魂殿正面抗衡, 才是唐三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夜幕降临, 唐三将已经在自己怀中睡着的小五抱回房间, 正在他准备开始修炼时, 外面却传来了脚步声。 低沉的声音响起, 宗主,你休息了吗? 唐三走出寝室, 来到外面的客厅, 杨长老,您进来吧。 他早就猜到杨无敌会来找自己, 只是不确定他会来的时间而已。 杨无敌推门而入, 他的性格一向很直接, 就像他的破魂枪一样。 宗主, 我有件事要对你说。 唐三做出一个请坐的手势, 长老请说, 杨无敌没有坐下, 站在那里沉阴片刻后, 道, 你是不是很奇怪? 为什么我能解除血液大地的毒? 唐三道, 想必那毒与药糖有关吧? 或者说是与长老的破织一族有关。 这件事没什么, 长老不想说就不用说了。 我信得过您。 杨无敌摇摇头, 道, 不, 这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 我不希望因为我们破织一族的叛徒, 而影响到唐门未来与天斗帝国之间的关系。 叛徒? 唐三心中一动, 已经猜出了个大概。 杨无敌眼中流露出一丝怅然, 唐三还是第一次从这位刚烈的老人身上看到这样的神情。 没错, 血液大地所中的毒, 正是我们要唐制作的。 或者说是破织一族的禁忌剧毒之一, 这种剧毒是通过七种原本无毒的药物混合在一起而成。 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藏性强。 因为制造它的七种材料本身无毒, 就可以按照一定的配比不断给人服下。 哪怕是再谨慎的人, 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它所侵蚀。 而且, 一旦使用满七种药物就会立刻毒发。 刚开始时并不剧烈, 但中毒者会感觉到极为痛苦, 七彩斑斓会不断地腐蚀着中毒者的生命力, 直到其生命终结为止。